2020水舞即将结束 许多游客不能出国也来到了花莲 而报复性的旅游也让花莲许多 观光景点的延伸出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而这些更需要有关单位能够积极的解决 才不会在下一次的旅游旺季的时候 再次的出现停车问题 花莲在今年的夏天吸引了 许多无法出国的游客来到花莲旅游 同时也带来了爆量的游客 不管是在市区的交通动线 以及观光景点的停车问题上 也都超过以往暑假的游客量 而交通动线以及停车位的问题 持续困扰着游客 驴坛业者表示 今年的停车问题是有所改善 不过应该还可以规划更多的残障停车位 今年的游客比往年都很多 可能是因为疫情过去的关机 然后游客都到我们花莲 然后晚上时间还可以留在驴坛里 来观赏我们的这个水舞 还有红蜜牙的一个活动 所以游客特别多 至于交通的部分也蛮顺畅的 因为现在路边都可以停车 不会像以前这样路不能随便停 所以会造成交通的问题 在驴坛周边的店家也都说 今年特别感受到疫情的影响 让花莲的游客爆量 他们的营业额也相对较前两年来得好 但是对于未来淡季与疫情情况 是他们更为担心的问题 也希望政府在淡季有配套措施 来协助观光业者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